大S也特别强调说 老公的餐饮服务业 能够往美好的方向发展 见内与有荣焉 那么看到他在网络的这一封流文 很多网友酸他说没读书 因为他自称见内 好我们就来看到是 有网友就直接说 大S没有文化还真可怕 但是有网友为大S来请命 那么主要是强调说 大家关注事情的本身 不要只盯住见内那两个字 还有网友矫正大S的用法 应该说见切不是见内 而伊甸氏也问了国文科的 补教老师潘华 潘老师就说 如果是汪小菲叫大S见内就没问题 但是大S要用见内来自称 那文法就不对了 即使直接就可以写我 这样就可以了